哈囉 說到做到 已經把車子 裡面那些都 放吸塵器吸下來了 然後這個人拉下來了 接下來 先拿這個 先把 內裝先擦一下 我今天沒有要很大工程的就是 保養我可能隨便一點 因為 其實真的要保養要花很多時間 我們是簡單保養一下 我希望左上面這個 先把這些擦一擦 這是灰塵 你說為什麼難保養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 很難保養 要喜歡塞 喜歡塞的一堆有沒有 你說要怎麼保養 你要把這個整個都拿起來清耶 好像真的 很費時間 真的 你說要怎麼保養 看下面原本 原本下面一堆沙 我拿出來哇嚇死 嚇死人了 真的嚇死人了 我 我可能只會擦一擦而已 輕輕上一點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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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點乳液 然後 把這些漢啊 這些擦一擦一下 不然 沒辦法徹底的那個 因為 那些浮啊 我又怎麼 然後去哪邊放 裡面 其實正在保養 裡面都是用 都要把他下來 那只是簡單的 把這些 把他轉過來 我們把這些外觀啊 門400 這些 OK 就對了 門400 這些擦一擦 門400 這邊擦一擦 然後等一下 在坐電 坐電在擦 昨天 昨天弄好這些 昨天弄好這些 就比較輕鬆啊 其實整台車要整理 擦過一遍 很累 至少這些會晨不要有 車子老歸老了 其實有時候 用心點保養,其實還蠻乾淨的 你看到喜歡塞這些有沒有,這要怎麼拿 唉,光拿這些都快硬倒了 一堆 一堆東西的 我喜歡這樣遮來遮去的 基本上我這些 灰塵把它擦一擦這樣就好 其實我貨車齁 我跟貨車比他車子還乾淨 因為我貨車都會擦 都會擦拭 都會擦拭 我貨車年紀很大 可是我會擦拭把這些 這些灰塵啊 這些啊 都把它 灰塵擦掉 我裡面很少看到灰塵的 我的貨車 我跟他在Lokoko的貨車 這些東西都很難很難弄 很難處理的很乾淨 我們至少 把這些外觀 一些 儀表板的灰塵 把它擦一下 然後等一下我會 我會拍 拍乳液 有什麼噴呢 最好是有柿子的布 這比較好 等一下我會示範我的做法 我是拿那個 我是拿那個 柿子巾嘛 柿子巾乾掉 然後把它 用完乾掉把它留著 擦拭這些東西 用過就丟掉了 好啦,那下段見,掰掰 下一段見,掰掰 下一段見,掰掰 然後我們就要拍了 然後我們會拍照